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桑普論證的節目 我今天希望可以連續兩節 我第一節就會繼續談劉細良的事件 集中講這件事 第二節可能講一些中國的新聞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能夠點贊 亦都是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之外 亦都能夠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贊助支持本人 我們今天繼續講劉細良這件案件 我們這些評論人 我不喜歡別人叫我KOL 我不是opinion leader 亦都不是key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這樣說 我自己覺得我是不希望做些什麼領袖的事 我想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把一些我看到的事說出來 我和劉先生是素未謀面 素未平生 可以這樣說 我聽到很多人說他的事 我自己本身不認識這個人 這件事所發生 我也是看到網絡上有這樣的說法 覺得有需要把這個事實搞清楚 很多人質疑我們做這些事的動機是什麼 我想說的是我身為一個法律人 我尤其對於一件事 就是要三符合 合法、合情、合理 我對於合法這件事是最體重的 因為我看很多這些爭議的case 其實法是第一位的 我不像台灣或者中國 那些所謂的鄉縣 那些經常說 拉關係 不要搞這麼多規則 原則的事 不要說這些事 不是 我覺得在真正這個世界存在著一些 真是對於大家守的秩序和規則 而這些秩序和規則 基本上和法律非常有關係 所以我希望用這一節 講講整件事的法律問題 做法律人有一個特別的特徵 就是將一件事交給我之後 我會看究竟那個真正的issue是什麼 爭議點在哪個地方 OK 就不是說 哎呀 陳喬先生 在天之靈很慘 六七暴動 李蕭龍的照片 英女王的照片 很漂亮 很有珍藏價值 出版那本書 那本書真的有收藏價值 哎呀 他是一個網紅來的 哎呀 那他的家人很悲慘 這些事是事實與不是事實也好 並不是本案重點 本案重點是什麼 大家再回想一下 整件事的重點 只是一個問題 就是2017年 由劉細良夫婦上書局所出版的這本書 即鏡頭下的這本書 究竟有沒有侵權 侵權 即是涉及著作權及相關權利 有沒有侵權 OK 這個才是真正的重點 原因是因為 在他的家人 即陳喬的長女 他有這樣的一種抗議 有這樣的反應 那之後這個侵權發生在七年前 無論幾日子九月之後 侵權有沒有發生過 才是一個重點 有沒有發生侵權 Is there a tort? OK Is there an infringement of IP rights? OK 這個就是真正的issue 好了 要決定究竟有沒有真正的侵權 就是在於一個基本的問題 整件事之下的問題 究竟陳喬先生在2017當年 有沒有授權 或同意 這個上書局 即是劉氏夫婦去出版 OK 那我看回劉先生 開始的七分多鐘的影片 基本上講的是什麼呢 南華早報已經有所有版權 絕對版權 之後已經授權給劉氏夫婦 即Carmen 即是她的太太 簽約的人 去上書局出版 up to 4,000張照片 是不是? 我沒有記錯了 這個框架 第一下 他就忽視了一個問題 我一開始 讀這個陳喬的長女的聲明的時候 已經講了 整件事有沒有侵權呢 不只是看這個南華早報有沒有授權 還要看什麼呢 還要看關於喬叔 他的知識產權 他分兩個部分 一就是他的照片 的著作人格權 也稱為儲名權 那這個在 就算在 香港的法例 版權條例 百恩公約都有所規定 不可讓道 OK 即是不可以轉讓 是屬一身 死後依然存在 換言之 就算你找到南早 答應給你 你依然需要問喬叔 去問他 究竟你是要儲名 非儲名 還是不儲名 但你沒有半分錢收的 但你要告訴我 要怎麼做 要給他一個選擇機會 這個叫儲名權 那麼這件事呢 就 到現在 沒有回應過 那麼他最終的回應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劉先生的回應 就是說 喬叔 已經受了 我講完兩種權利 先 一種就是他的著作 對於照片的著作人格權 譯稱儲名權 另外一個就是 對於他的罪文 2006年 他原來和中喬出版 中喬護助會 所出版的那本書 的罪言 吸了到2017年的地方 那麼這跟南早無關了 就涉及到喬叔自己的作者 他author 這個版權的問題 好了 那麼你2017年 將這個共野一路 這本書 那麼我想問 你有沒有取得 喬叔自罪的版權 及照片的著作權 著作人格權 亦稱為署名權 那麼你這件事要回答的 OK 那麼因為 就是我問了 也都有其他人 也都 就是我看回這個長女的聲明 也都很清楚說這件事 就是完全是非常有 就是 講法的一件事 那麼我問這件事 好了 問了這件事之後 那麼 就是掌對她的聲明之後 然後 跟我節目之後 你看回很多人 就開始講這個問題了 那麼 這個 劉細良 她的回應就是 她的回應就是 我已經取得了 喬叔的 知情 和同意 Except reading就是這樣 知情和同意 就是 heat the issue 究竟 究竟 喬叔有沒有授權給你 按照 劉細良的說詞 是有的 那麼我第一個地方 就打了個突 因為你一開始七分鐘的片段 你說 南祖授權已經足夠 不需要border其他東西 而你後來就說 喬叔有知情和同意 換言之你默認了 剛剛講的事實 喬叔是需要 法律上是需要授權或同意 你才有權出版的 這件事再發言法 是這樣的 而事實上你都默認了 這個我想是一個不爭事實 undisputed fact 就是需要證明 喬叔有授予照片及自罪的版權 即照片的署名權及自罪的版權 給你 你才可以出版 OK 那到現在究竟有沒有呢 我都說我現在不作這個最後的判斷 但你成為一個同意 你要同意 即是說一個agreement 喬叔要授權或同意 劉細良出版 同意有三種形式 一就是書面合約 到今天這件事這麼重要的書面合約 如果有 我相信他已經拿出來了 搞到現在 滿城風雨 對他自己的明星也都受損 他沒有任何的動機 不提早拿出一份 早已存在的書面合約 OK 所以我認為書面合約存在的機會 是沒有的 除非我告訴你 現在他拿出來 那我就很有懷疑 Why now OK 但無論如何 他現在還沒拿出來 我相信 presume是沒有的 有的 反正推翻我 即是喬叔有書面 授權給劉細良 去出版他的治序及照片 第二 喬叔 有沒有 在口頭上 oral agreement 同意你這樣做 而你記住 這個oral agreement 在英美法下 無論在香港也好 加拿大也好 它涉及的都是 這個叫做 paral evidence rule P-A-R-O-L 這個字是 大家要記得 即是講的是 speech的意思 parable speech 這個拉丁文的原文 其實如果你說 它最原始的 就是希臘文 希臘文是說comparison 的意思 即是比較的意思 P-A-R-O-L OK 這個在法文來說 是沒有E的 我上次說多了一個E 因為它兩個 法文兩個不同字 P-A-R-O-L 的意思是 即是 words speech 的意思 什麼是 paral evidence rule 即是中文叫做 口頭證據規則 它是英美普通法學裡面 處理合同糾紛的規則之一 那麼 訴訟中 為了確定合同的特定條款 具體含義 雙方當事人 可以選擇哪種材料作為證據 而這個所謂的口頭證據 就是指 任何沒有在書面合約裡面 所包括的某一些協議 或者契約 或者一些合約 而這個所謂的口頭證據規則 就是說 基本上 所有口頭說的話 口說無憑 原則上是無憑 除非 就是說 另外 它那份書面合約 涉及到有任何的fraud 詐騙 durus 脅迫 或者共同的錯誤 Metual mistake 但本案沒有任何的書面合約 換言之 你口說無憑這件事就會出現 那我再引伸一些去講 我舉個簡單例子 這個是基本上讀法律的人都會知道的例子 這個是基本下 那隔月雙方簽訂一份書面合約 約定隔 是以1000美元的價格向月買一部尺 但後來 隔是以月曾經口頭承諾隔 嘗頭承諾隔 只需要支付800美元就可以拿到這尺 於是隔就向月起訴 口头证据规则会禁止隔用这东西 口头承诺800元这东西 你作为证据去主张权利 因为这个证言和书面合同的条款是相背的 所以大家看到很多在英美法的 Common Law里面 Case Law里面 它有很多规则的 大家有兴趣去看看什么叫Four Corners Rule 什么integration 什么叫做不同类型的合约 这些全部都有关的规定 甚至没有什么叫Retification Partly Oral and Partly Written Contract Collectoral Contract 甚至没有是讲什么叫做 其他譬如一些证据的条款 都有讲 但我想讲的第一件事 蓝组和这个流资间的合约 不可能也不会排除 有需要由乔叔授权给刘世良 以享有照片的署名权 及文章的著作权 那你就算看回刘先生 在他七分钟的影片 所展示的蓝组制式标准合约条款 都没有任何的条款去排除这件事 我论过一次的 OK 换言之 重点就是说 书便合约不存在 我们假定不存在 除非你有反正推翻我 口头合约 就算有 都不会成为一个 valid and enforceable的东西 because of Paral Evidence Rule 第三种可能性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叫做什么呢 Tacid consent 就是说你基本上是 一个Tacid的Promise 一个默示的 默就是沉默的默 基本上你没有表面上的 书面口头的答应 但其实从他的言论行动 已经表示到 有充分授权给刘世良了 现在这件事 就是刘先生争论的这一点 所以他在第七分钟的节目里面 是大过一下 就是说几件事 合照 饭局 和签名 在书上 我再说多次 没有签书会 再说多次 从来没有签书会的这件事 你要哪个证据 哪一幅相片 我自己有签书会 没有 那有没有签名 在作品上呢? 或者有 因为我看到表面的证据是有 我先假设有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我譬如有一张台币 我在台湾 比如港币 你自己当个名 我印一张纸出来 那张纸是一个偽钞 即是你随便影印 彩色影印 Zerox 就做一张 一百元港币 好了 出来 接下来 接下来 你给我 那挺有趣的 接下来 我在上面签个名 我问你 这样是否代表 我同意你去翻版 翻版 counterfeit 你翻版本 复制 那是否 那是否 那这些要回答 是吧 在你的侵权的东西上 去签个名 是否代表了这些东西呢 是否等於我同意你做翻版呢? 你翻版一張郵票給我,是假的 我簽個名字在上面,是否等於我同意翻版呢? 講得白一點 譬如我寫了一些文章 你把它Copy之後,叫我簽個名字在上面 那是否等於我同意你的翻版呢? 在我簽名的時候 我是否知道你會去賣錢呢? 我是否知道你其實印了很多本 其實你重新包裝過 成為你書局專有的地方去賣 可能是求名,可能是求利 我知不知道呢? 有關這些方面 請聆聽徐少華先生 他自己徐氏論的節目 雖然我不認識徐先生的 你問我,我不認識他 但我會覺得,喂,他講得很好 但我不再補強他的觀點了 大家可以聽聽他的講法 是嗎? 我再講多次 合照 飯局 簽名在書上 都不會成為Tested Approval 即是我 沒那麼霸權的 但我讀法律這麼久 這件事不應該錯吧 是嗎? 我想請問你 如果你真的說 喬叔叔有授權 你書局身為一間書局 是不是應該要拿出一個清晰的證據出來 證明呢? 即是你慣性你 你書局走開的 你怎麼會連這些授權都不會那麼敏感呢? 你做publisher 你連出版什麼東西 你要拿清楚別人的授權 這個這麼基本的東西 你都沒有做 沒有書面? 不要認為自己是問南華早報 我就再講一次 喬叔 It's based on law Black letter law 你要問的 你沒有問 照片簽名權 自罪的全面的版權 你沒有問喬叔叔 那這個再何解釋呢?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去退 是不是? 如果你說有 我完全收回了剛剛講的話 如果你說沒有 我就奇怪 一間書局你沒有問 那你怎麼經不書局呢? 是不是? 這個就是我看回 這宗案件最核心的點 有沒有授權或同意 Focus在這個項目 整件事 只有一個法律問題 就是有沒有同意 喬叔有沒有同意劉先生出版 這個不是口同鼻咬的問題 而是要搞清楚 誰要扶舉證責任 我之前的節目都講過一次 我不是老屈來的 譬如說你今天 我告你殺人 那我要扶舉證責任 因為呢 我要去證明你有殺人 即是拿到桶那個人 我才可以成立 但今天我告你 未經授權 去出版這個物品 我不可以 prove the negative 各位 你可不可以證明自己 你一輩子 你一輩子都沒有殺過人 那國下 立即證明給我看 你一輩子 這麼多年以來 都沒有殺過人 你給證據給我 拿出證據來 你怎麼拿出證據來 How can you prove the negative 你沒有辦法的 所以那些人要強 就是一個所謂的原告所難 是沒有可能 被告呢 基本上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起碼要講出 喂 劉先生 我們都要搞清楚 你真的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 現在不是刑事案件 現在講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 常識問題 喂 你要告訴大家 你的授權根據在哪裡 舉證責任在劉先生那裡 你說你經過人家授權 沒有盜版 你是出版社 上書局 你是不是有基本的證據 去拿出來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我說 如果你拿不到這番 我就不是強要你所有的證據 是經過授權這件事 這個證據 你要講清楚 那你可能 你可以說 遺失了 有簽過約 遺失了 或者說 口頭上 是有承諾的 不過沒有錄音 或者說其他原因 你可以主張這些事情 我們會逐個來探討你說的說法 但你不是對證下約的話 就會很出事 什麼叫不對證下約呢 我最近在網路上 看到有六種不同的論調 我不能進入所有的了 我只是說這六種論調 不論是你支持我的 或者是不支持我的 我都覺得這六種論調 是大可不必的 因為為什麼呢 這六種論調 都是不聚焦的 我再說一次 還有合法 合情 合理 我看的就是 法律觀點 合法的觀點 今天大家看回 合法的觀點裡面 如果你說這六個issues 基本上是轉移焦點 是不是 第一 覺得這件事 是一個錢債糾紛 是大家 因為錢的問題 因財失疑 錢債糾紛 所以這件事 沒有任何可以值得 公共討論的空間 我再說一次 這件事 影響到一個 香港的 重要的 已故的一個 攝影記者 以及一個 香港現在 依然相當活躍 和卓有成就的政治評論人 他們之間的爭議就在於 後者要去出版 上書局出版 前者的照片 和他自在的時候 有沒有得到前者的同意 那你說這件事 沒有公共利益可言 這個絕對的公共利益可言 怎麼會是純粹 私人的錢債糾紛 是私了問題呢 記住這件事 跟錢債無關 喬叔從來都沒有說 要在這個地方 多一筆錢 否則你跟我說 劉三位 其他人跟我說 喬叔 是不是在勒索你 要你給一大堆錢 而如果是這樣 那為什麼你第一天就說 南華早報給你的授權已經充分 絕對授權 不需要問喬叔 然後改口 喬叔已經有同意給你了 那如果喬叔有同意授權給你 我就期了 那他有沒有勒索你呢 你說到他貪財 我正在想著 我在想著 在想入非非 即是說 喬叔如果勒索你 那你 如果勒索你 你沒有給到這筆錢的 那你就不應該出版 因為你還未取得授權 他勒索你 你就答應了 那你給一筆錢 那你當然可以授權 那你應該說清楚 我給了多少錢給喬叔 所以飯飯你都開不行的 你怎麼解釋自圓其說 怕不怕得到我這筆 這個不是錢債糾紛 這個是一個侵權問題 而這個侵權問題 是有公共意義 因為牽涉到一堆珍貴的照片 究竟是屬於A還是屬於B的話 是一個issue來的 正如 當年有很多盜版王玉郎的書 甚至都會說 這個老夫子究竟是 哪個人才有版權 記得嗎 這些issue 不是公共議題 是沒有新聞價值 不值得評論嗎 我會覺得這件事值得評論 就是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做正派的人 也希望將這些事搞清楚 否則 這些根本不成為一單新聞 所以這件事是有新聞價值的 行不行 第二件事 哎呀 喪普 你們什麼曹家超 這個徐先生 這個潘東海 你們這樣說這些事 全部都是八婆是非事 好八婆好是非 好麻煩 搞這些事 根本上是是非禁來的 講完這些毛利拉庚的事 其實我已經博了 這個不是八婆是非事 都說我和劉先生素美謀面 素美平身 我認識到很多他其他 曾經和他做事的人 是不是 Titus 認識過 即他已經在 他現在在離地新聞 對不對 也都有 詹國陽 認識過和我一起在 那個地方 他們以前城寨裏做過節目 我上過城寨節目 OK 但沒有和劉世良認識 沒有和他見過面 OK 起碼沒有和他聊過 即是可能刷新疑故 可能會有的 但我真的沒有和他聊過 所以我和他沒有任何仇恨可言 也都不會說 因為我要去 拿人的點擊率 各位 我拿不到他的點擊 我說真的 我都不care 我care 一些我核心的call的人 繼續能夠聽我節目 即是說真的 我對於這種事 我很淡薄 OK 第三件事就是什麼呢 對方貪錢 剛剛都講到一些 就是在講 嗯 喬叔 你是貪財 因為這件事 一開始的時候 劉世良在節目上的一個指控 也使得這件事使得 他的家屬很不開心 那我也希望 即是有關人 如果你各下認為喬叔 是真的貪財 貪財的意思就是說 我問你 那請你告訴我 哪個月 哪個日 他跟你說了什麼 去量水 是嗎 而你 不答應的 那他怎麼會授權給你呢 你答應的 那他就已經授權給你了 那你應該很清楚 第一天 你告訴大家 你給了多少錢給別人 換取這個授權 整件事最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這個位 明白嗎 你問我 你問我 喬叔這麼多年 我看到他的照片很感動 行裡面有很多人都會認識他 我自己沒有個人跟他認識 但是我口耳相傳所知道 他的情況 是相當 樂善好思的 他服務的南華組部 並不是一些人說 什麼紅組 各位 他93年已經沒有做了 他服務的時候 可能批評他的人都未出生 毛都未生齊 說得白點 六七暴動 英雷弘第一次訪問香港 是不是很早的時間 六七暴動 李小龍的照片 當時我看到一個 在沖水 在那個石板街裡面 哇 那些水的聲音 已經很漂亮 船撞過來的時候 那一刻拍得很好 當時還沒有我們的手機 是用單鏡反光機 做得很好 所以我說這個人 這個人是很有心 他六七暴動 新蒲崗一役 他真的被人打 幸好很久有人救了他 整天在那個地方 不怕死 去做這件事 每件事都很準備好 準備200分 才去出席 他在那個演場 你想想一個很專業的視頻記者 是一個professional 他的新聞界的地方是這樣的 他不需要貪離那些錢 我會覺得 在人格上 有很多人可以為他作證 我都相信很多人知道 喬叔在2017年的時候 知道你出這本書 一早已經不開心 我希望更多人能夠 站出來說話 第四件事就是 喬叔 喬叔 這些呢 你中了紅色代言的計 甚至說 我這些是紅色的 共產黨的共諜 或者我誤聽共諜之言 又說什麼 羅恩惠就認識 什麼鬼 又屈永言衰 他們同一掛 又或者說 就是 你看 肯定共產黨在搞事 善風點火 去搞這個反共議事 我記得前幾段 是傳 黃丹MeToo 也有在說 吳義開希 在那裏 侵佔錢 那方面的事 事實真相我們很清楚 我才不說這件事 但你會不會說 你批評我 你就是共產黨的走狗 你就是共產黨的間諜 是很好用的 即是說 你批評我 你全部都是共狗 有部分的人 是善風點火 是共產黨指示的 我不會排除 但你將所有 合理質疑你的人 真誠質疑你的人 視為共諜 或者是 中了共產黨的計 我想這件事很奇怪 紅色代言呢 我自問問天問地 肯定我不是 是 如果你說其他 即是現在說話的人 那你問你 那你比如說 那篇 在消失的檔案裏面 那篇 我們知道 Weldon Kong 和羅恩惠的對話 那兩個都是紅色代言人 是吧 他們澄清那個招念就是 這筆相 是南華早報 被誤導為 你要是免費出版 賀喬叔九十大首的前提之下 才免費授權給你 豁免授權費用 今時今日 南華早報指出 這個是一個所謂的 被誤導之下作出的授權 請問這件事 鐵證如山 你怎麼翻呢 是吧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第五點 大局為重 就算了 桑普 你不是共諜了 就算我不說這些 我們爭論下去 都不好了 共產黨看到 個個都覺得 喂 你們這樣吵架 黃絲之間的吵架 一定有問題的 各位 全世界只是 在極權專制下 沒有吵架 你問共和黨 民主黨 都有吵架 加拿大 自由黨 保守黨之間都有吵架 我們 在面對抗共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團結一次的 反共 保台 反滲透 這些 我們覺得這些 大家 是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因為這件事 我要去貶選 劉三 政治評論的養分 政治評論的一些意思 他未必說話 全部我同意 但是我肯定 譬如說他要去反共 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 我不會覺得這件事 有問題 但 我們之間 發覺都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關在這個門裏 在這個社區裏 發現到有個人 經常這樣去 這樣有涉嫌 涉嫌嗎 有這樣的事 兩個人吵架了 那我也想聽一下 在這個社區裏 大家吵架 到底吵什麼 這些不是婆媽的事 是有公共意義 我講過了 這個不是大局為盡 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 我們都知道什麼是大局 大局就是說 我們不會抹紅別人 這個叫大局 但在這個大局之下 我們是不是可以批評 喂 你 是不是有偷人物 你就算沒有偷人物 是不是沒有得到別人的授權 愚愚愚出版了那件事 是愚愚了 你故意或者過失 兩個都可能 就是benefit of doubt 過失 那你不知道要拿授權 跟著你的愚愚出版了 現在呢 伊牙鬆共一大堆之後 快過都真的漏了一招 那我就鼓勵大家 你不去道歉咯 你不去尋求原諒咯 如果你故意這樣做的 故意撻的話 這樣真的很惡性啊 真是 整個人格破產 是不是 我開放不同的可能性 如果你說不是 我絕對沒有 當時真是僑叔 親口跟我說過 你出的這幅相 這個名字 我完全同意 分文不取 雖然我們呢 素昧平生 但是呢 出啊 OK的 就是 就像馮希乾的文章裡面 那一段說話一樣 那你這樣說 我都會聽 即我會聽 不代表我同意 我都會聽 起碼這個是重點 答緊問題 同意都怎樣 一無 無 這個才是我會覺得很大的 第六點 內鬥基因 是小農DNA 內鬥DNA 香港人 就有內鬥的DNA 我覺得 不是這樣的問題 那你不可以說 美國一大堆官司 美利堅民 還有內鬥DNA 英國一大堆官司 打來告來告去法庭 不斷 一大堆官司 告台灣人 是不是有內鬥DNA呢 人類的社會生活 必定會有分生的 而這件事 是一個正當的分生 可以看出來做的 你不可以說突然之間 貼個標籤說 這個族群 香港人 這個民族 這個種族 這個國族 或者整個華人 全部都是內鬥DNA的 華人中華文化 固然有很多問題 我講過很多次 但我所謂的 這件事 你不可以說 這是內鬥DNA 我們據理力爭的時候 怎麼這麼說呢 那如果你按照你這種邏輯 內鬥DNA的 2019年反送中 2014年的殺人物 全部都是內鬥DNA 即是你用這樣的框架 來想事情的時候 非常荒謬 還有我講的六種東西 全部都沒有回答我的基本問題 法律問題 同意有沒有存在 授權有沒有存在 其他一樣的 authorization 和consent 是不是存在 這是重要的 這個授權或者同意 在英美法下 香港或者加拿大法律下 不是一個contract 因為它沒有consideration 即不是考慮 是約因 它沒有對價 即譬如我要給你一元 換一些東西 那是約因 對價 所以它authorization 或者叫做這個concent 就是單方面的東西 你要呈現到你有同意的存在 我不是要你呈現一份合約的存在 要是喬叔 同意或授權你去用那些東西 照片 文章 這個就是我們問的 焦點 是單一的法律問題 對準它來回答 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單一的道德問題 兩個大字 誠信 所以本案 一個法律問題 同意 一個道德問題 誠信 依仗的三個法寶 事實 邏輯 常識 剛剛我已經推論了很多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會比較 傾向這件事呢 是會看到 劉方面的證據很薄弱 如果未來陸陸續續有這麼多人 證實到 或者講到 譬如說喬叔 他是悶悶不樂的 他並不是一直開懷大笑 之後呢 那兩個女兒 或者長女 他最想什麼是發難 莫名其妙地發難 不是這樣的 是2017年開始的 如果有人可以證明到這一點的話 也就是另一個新的補強的證據 但我更重要 聚焦的議題 我做法律的 我覺得這些不如聚焦的議題 同意是否存在 希望大家可以聚焦來討論 希望大家可以聚焦來討論 因為我不像 曹總 不像 譬如說 徐生 不像 潘東海 和他有交手的經驗 所以過去很多他的風風雨雨 我都說不出來 但我是從法律觀點和大家切入 希望大家能夠明白 整件事的關鍵點在哪裏 是吧 關鍵點就是剛剛講到這些重要的位置 是吧 從法律我都講到一堆 如果大家有什麼進一步的問題可以講 但起碼大家不要在那裏 轉移焦點在那六個誤區裏面 這些誤區裏面 基本上是 完全是 叫做 挫折了和換散了我們對於求真的注意力 都是那句 講真話 憑公義 很憐 我做所有事情都是這樣 我覺得 有些 心裏面要講合情 我覺得 如果 喬叔的家人 雖然我真的不認識他們 他們因為這件事蒙受了這麼大的冤屈 說他是喬叔貪財 我覺得這方面要拿出證據來 但記住一件事 每個人都希望講真話 不講真話在加拿大相當嚴重 因為加拿大的刑事發展 Criminal Code Section 289-289-289條 自己看 Defimetry Liable 誹謗 那這種 這種誹謗的情況 亦都存在的話 那你說聯邦有這樣的法例 BC省是否有這樣的法例呢 這件事應該適用加拿大BC省的法律 因為 為什麼 整件事 兩個人都 現身在加拿大道 而出的這個爭議 如果 有人 牽涉到任何的一些所謂的誹謗 侮辱 侮辱的慈眼的話 就出事 所以 為什麼 我不會一口咬定 就是 劉細良一定是侵權 不會 因為 有一個 window window 就是什麼呢 喬叔 真是口頭上答應了他 口頭上答應了他 那你說 口頭答應他 parall evidence rule 都很難去證明 那你有沒有補強證據呢 你有沒有錄音呢 你說我只是漏了錄音而已 喬叔 真是有跟我這樣講過的 每張照片 每樣東西 他親口跟我講的 那你告訴我 哪個時候跟你這樣講 那你起碼要一個story to tell 那你不是到今天 整件事發酵了整個禮拜 你都未跟大家解釋 他哪個時刻 跟你講except wording是什麼 授權給你 即使法律上 是parall evidence rule 你很難站得住腳 但我起碼覺得 你起碼有個oral的agreement 是不是 到現在 沒有說明到 他只是說一句話 喬叔 已經完全知情及同意 而Foodstock 我要的details 是嗎 人事事地物 可以嗎 所以這個是我們 為何會覺得很痛心的地方 而這件事 我不希望上升到 一個加拿大政壇 鬥爭的格局 OK 詳情我不講 我都是留有餘地給各方 我不希望有些人 反流的某一些政黨 和挺流的某個政黨的人 不是某些政黨 是某個政黨裡面的其中一些人 之後利用這件事 當作一個說詞 來成為加拿大BC省 政界裡面鬥爭的一個談知 這件事極不妙 當中的很多政治人物 我希望就不要帶著政治的野心 或者一個紅圖 去討論這件案件 我清心直說的 我不是帶著什麼政治的目的 或者商業的目的 要去做這件事的 但我不知道那群政治人物 有些我認識的 有些我不認識的 他們有沒有帶著這樣的動機 去這個叫你一邊 支持你或者反對你 然後在後面 政治上交鋒對壘 爭取不同族群 不同支持者的在加港人 港裔加拿大人的支持 這就是我很擔心的事 我不想這樣撕裂下去 而關鍵的一點就是 從政的人物 起碼你們不要管這件事 我真的很建議 從政的一些議員 或者一些助理 最好不要管這件事 這件事跟你們無關的 如果你要管得 你不要wear the head of 這個政治人物 純粹從commentator的角度來說 可以 好像我這樣可以 但你不要身為一個政治人物 或者做你 然後發表一些對這件事的意見 極不妙 極不妙 你們不要做睡客 不要做任何不知所謂的事 這件事交給他們 用最大的誠意 和誠實 去解決這些問題 去解決這些問題 我再說一次 就是搞清楚這件事 讓大家擦亮眼睛 看清楚我們認識的東西 同時也反省一下自己 我們也不想傷到任何人 我們做評論的 沒有和大家要結怨的必要 但我希望大家 憑這件事 擦亮眼睛 去想一想 究竟如何去看不同的人同事 永遠 永遠和一些不同的人 保持一個獨立思考的距離 然後每一次你都可以 不論親疏 可以獨立思考每一件事 我想這件事 我希望帶出來的意思 這節講得長一點 我們下一節再講其他議題